各位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我是赛尼 欢迎留言投顾的林志龙分析师 龙哥好 谢谢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昨天华为禁令打了联发科下来 那今天就很想问说 这个联发科的反弹时间到了吗 以及华盖股接下来怎么看 是的 这边我们来帮大家做个追踪 昨天在即时通 其实我们有提到 这联发科打下来 你要好好留意一下 这第一阶时间点 因为这突然利空打了下来 并没有改变它的产业趋势 虽然我们过去常常跟大家提到 突然利空打下来 如果这产业还是在对的方向的话 那往往是怎样 让你一个上车的一个好机会 好股票突然落乱 都是一个好买点 那据说这好买点 我们应该怎么来切入呢 我们这边首先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这种各一样给大家两条线 那第一条是绿色这条线 绿色这条线呢 是葛兰币八大法则的一个买点 因为这边打到了上扬的季线 打到上扬基线 同时也是前波的一个起张点 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买点 但是来到这个位阶 仲格还不想抢 仲格想抢位置是落在哪边呢 大概是在黄色这条线 那为什么想在这个位置去抢反弹呢 最终有三个理由 那这边呢 一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如果它在爆量往下打的话 代表说这边浓资的追缴就来了 其实呢 这个筹码会相对的比较安定 你可以看到昨天是爆的一个历史大量 也不是说历史大量 是近几个月来的一个大量 那近几个月来的大量 如果在一个爆量下去的话 GS呢 筹码会相对的比较安定一点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再往下打的话 这边会来到第一阶段的一个起张点 来到这个起张点 那我们认为这个停损呢 会相对的比较好色一点 那这个位置呢 大概在520跟530附近 你可以抓到这个收盘价的左右 大概540左右 所以可以把它抓到520到540这个范围里面 同时呢 这边还有个很重的因素 我们既然是要抢反弹 那如果它的乖离越大的话 事实上抢反弹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虽然基于这三个理由 这种会想等到黄色这条线 再来去抢 但是会不会来呢 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在盘前做好规划 盘中来的时候 你才不会慌 这边老天爷要送钱给你 你也是要先做好功课 做好准备的 那除了这三个理由之外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华为事件 这个黑天呢 首先我们看到加权指数 事实上华为这件事情呢 已经传得非常久了 那市场上对这个讯息呢 也已经开始有免疫力了 已经开始把这个利空的消息 慢慢给淡化 你可以看到 昨天呢 昨天是怎么走了 高点有过高点 低点没有破低点 虽然还是一样回到一个区间形态 一根长黑可以让这盘呢 回到一个区间形态 原本说行情呢 要往上去攻高的话 昨天是最佳机会 因为不管是形态 还是筹码 还是前一款的美股 这边都是有机会去挑战这个万三的 但是一个利空打了下来 那打了下来 场景呢 只是回到一个区间整理的形态 那区间整理的形态 中间认为 只要不跌破第一个区间的话 都是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 强势整理呢 会有很多个股呢 轮流的冒出头 直到什么 直到往下跌破第二个区间 往下跌破第三个区间 虽然这三个区间呢 同样 你一样好好把它给好好看着 再来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理由 产业趋势对的话 那事实上股价突然突然 都是一个好买点 最重要的理由 是可以从这233年台电 来去做看待 那台电先前 大家还是担心说 海市掉单 会冲击到台电的营收 但是后来台电是怎么走的 后来台电的故事呢 就是两根掌丁板的故事 所以千万不要去预设任何立场 当产业对的话 你只有在它 而它突然往下打的时候 你才有便宜货可以捡 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六二医生的年貌 还有这3338泰塑 或是你可以看一些 其他相关的5G概念股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个股呢 有没有 连巴克突然重挫 只是因为什么 反 它先前的涨幅是反映说 有机会接到华为单指 那突然是瞬间没有 它只是回到它的一个 该有的位置而已 那这些 这些其他相关个股呢 比如说这连茂 或是泰塑 在昨天都没有过度反映 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它们股价已经开始这样 有开始盘出一个头部的现象 已经开始有一个 先反映现象 那为什么它这边会先开始往下达 其实很重要的理由 是回到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 5G这个题材 基础建设先行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这个中端运用 所以基础建设已经先涨一段了 那基础建设 5G的基地台已经盖了差不多之后 这基础建设会怎样 开始慢慢的失去上涨的动能 中间不是说这些公司不好 而是什么 而是他们没有做梦的行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6G的连茂或是泰塑 都已经慢慢盘出了一个头部了 那相对的 昨天的股价就没有太大反应了 所以这边你要去抢这些 华为概念股价 其实还是有区分的 不要看到有连这个字 你就要经常去抢 你还是要抢这个产业趋势 是在对的 比如说是连巴克 所以不要去抢连茂或是抢泰塑 因为他们已经少了一个做梦的机会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5G的基础建设先行 那再来是什么 中断运用 那中断运用 其实我们跟大家提过很久 这档是六四一色的华汉 那你可以看到股价是这样 慢慢的缓步去做跌高 那投信的近期也是积极来去做买超 虽然这华汉这档 中文认为有一个作战行情 那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族群性行情 当华汉往前冲之后 你就开始留意了 你同样冲出去会不会带动其他的相关个股 所以我们一起跟大家提到 你要可以去往往通这块去做留意 那三七零色核心控 今天就往上去喷出了 这已经是连两红了 所以往通相关的个股投票 你可以好好多做留意 也许这会是形成一个大行情 资金如果持续流入的话 这就是中哥最喜欢的 因为族群性大行情是最有漏的 那至于说往通个股还有哪些呢 就欢迎大家加入这种个Lite或是Telgon 事实上这些个股 这种歌在群组上面 都有跟大家做过分享 这边就欢迎大家加入 以上谢谢 是感谢龙哥的分享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拜拜